这个是Lori,她的问题比较阔 Thomas 你看看你怎样拿捏回答她 她说怎样看美股药厂股和大陆药厂股 她说哪些股份可以留意呢 例如看到莫德纳上星期五就升了一成 不停破顶的 那你会怎样回答她这个问题 如果你说药厂股 那就要分开两层 其实也有点像香港的 虽然我用香港的比喻大家会更容易明白 例如大那些可能是1093、177 但有堆小的 又不是叫小的 应该是比较匹立的 就是生物科技 其实美国也是这样的 美国当然生物科技股可以说三天 其实我不会太过 我们另开个节目和Almas Heng 这个有机会的再来看看 多谢各位影片 但是如果说现在比较大家关注疫苗股 例如莫德纳上星期五就刚刚进入了 标志 所以才会这样升 但是你说其他那些 疫苗股相关的 其实大家都觉得有前景 因为其实都 简单一点去说就是 他们那些会在今年或明年应付新冠肺炎的变种 但是再之后他们本身的技术是可以形容在 譬如说可能Beyond Head 他本身的研究是有一些癌症疫苗 其实也正在行 所以这些就会是他们将来的奖励 但是你说如果说一些大的 譬如可能MRK或者Visor那些 其实现在的情况是有点尴尬的 就是他们第一就是市场不是很注视 还有其实平常来说 升他们都会觉得就是抗户的 就是觉得市场不行了 接着才会买它 虽然譬如你说MRK 我觉得O4现在股价各样东西都是OK的 但是不是特别吸引的原因 是因为它没有什么股票 就是它没有什么新的股票 你说PFE都好一些 譬如说Visor Visor 对Visor 因为主要原因是 就是说它除了它自己本身的 Business Assusal那些之外 还有就是因为它也是其中一个 应该没有记错是同乎Business Assusal那些 主要是跟现在叫做 MRNA系的疫苗的公司 有一个很主要的合作 它也是叫做全球主要疫苗分发的 分销商之日 本身这部分就都会令到它的估值 给大家看法会提升 起码中短期来说 所以变成这些就会更好 但是买得比如辉瑞 或者刚才说MRK那些 你就要遇到一个耐性 因为它不会是一些很 trendy的东西 它不会是一些很趋势的 而是反过来 可能在某一个水平 不停地整顾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慢慢上升 那么就要留意买货 就要坐得要有耐性 还有第二件事就是尽量 不要用新型工具 虽然我在很多地方 都叫大家买期权 但是这一类的例外 尽量不要 内地的创股 基本上就是每次是有一个政策 击下来 你要等它被人击扁了的时候才买 你击扁了的时候 买完就买完 上去没那么扁就要走 但是刚才说 就算你算是辉瑞也好 NRK也好 很满的 但是慢慢坐就没事了 因为不会无力 有些政策出来打他 他自己也是有机会 就没什么所谓 如果你说香港那一堆 其实我自己觉得 反正也是 反正也是 讲得逐一些 反正也是有机会 不知道什么事 什麽事 怕无神出些打 当然是买一些 增長後面會有機會大一點或高一點 例如現在計算是一些CRO 例如藥名生物 例如269那種 另外就很多 但我自己少研究一點就不特別 聽Thomas的口氣就是 如果有耐性坐的 亦都避免過於大的政策風險和波動 都是傾向買美股的藥廠股 沒錯 MUS法 CRO LUS 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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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